对我有点打太极的这个手法 那么火爆其实有点被他们的这个拉扯 可能有一点不在状态了 但是经过刚才的小时间调整 希望能够把这个心态和竞技水平都吻回来 第三局的BP火爆依然是败方选边 选择了蓝色方 那像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遍的 风节的鲁班七号 加上黎洛的鲁班大师父子组合 能不能把这个父爱如山 在我们的赛场上体现一下 母亲节刚过 父亲节也来了 马上要来了 父爱如山了 在你们口中 另外一个点就是像李洛这边 他还有一个自信的英雄 就是东方太一 但是东方太一 他们一般会搭配吕元芳去用 然后就是现在火爆 其实根据过往在联赛中的 一个使用阵容的情况 其实有点名牌 他唯一能够去下路 还能拿的几套组合 就是鲁班大师跟鲁班七号 然后东方太一跟吕元芳 其次再不及就是敌人节了 而且火爆这个战队 他是没有阿古多马超英雄池的 胜率为零 咱也不能说没有对吧 他有没有练 其实我们不知道 只是说他现在拿出来的次数比较少 胜率好像也不是特别理想 没错 在中后半段 在赛季的中后半段 我们是没有见过的 这跟选手的属性有关 因为迷途他是一个绝对的引合 对 通过前两局的一个发挥 我相信大家对火爆的打野位置 也有一定的记忆点和影响 那么XYG这样的班位的话 是把鲁班大师放给了对面 所以一抢先抢到手里 那这样东方台又觉得可以打 但是我感觉怎么XYG给你玩个坏的怎么办 他直接把鲁班轿给你抢了 就让你配其他的射手吧 对 那你只能搭敌人结 那敌人结的话 其实对线打鲁班轿不好打 看XYG是放还是给你抢 先抢什么东西 放给你 还是选择了让九月这边延续自己前两局的良好手感 对 因为刚才这两场比赛 九月用了两个英雄 一个是静 一个是赵云 都属于野核型的英雄 那也就是说这一局的九月 既然说他的一个整体的属性 包括他这个状态都是偏野核的 那就让他继续刷 对 他拿这个英雄 还有另一个点呢 就是在于你拿 我是明知道你要拿鲁班轿号的 对吧 那我就拿那个露露 我后面就一套爆发给你秒掉 因为火爆他把什么用过了 他把鱼姬用掉了 对 那这个时候露露的登场呢 反而对火爆的后排是一种不形的限制 但是你看火爆这边镜和铝布 那我把鲁班轿锁在二轮班位上呀 就是我知道你放给我 但我也知道你拿这两手做好打的准备 那我就换阵了 换阵容了 我如果是风军教练 我接下来我会搬一个英雄 那个英雄叫西施 我必搬 对吧 因为火爆的西施可太强了 对 斯大尔的西施 我们看一看 没有 就是胜率非常非常高 对 在总决赛的表现中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对 如果说昨天狗城的西施 你们觉得还不错 那斯大尔的西施 更亮眼 至于他谁强我不知道 不逊色 马上打脸没办 但是因为你在前三手 没有去拿鲁班七号的话 直接XYG第二轮给你搬了 弹弓也给你拆了 那就意味着火爆这边 极有可能只拿一个 鲁班大师加吉人杰的组合了 对 来看一下火爆这边的选择 马可波罗 最优胜 而且马可波罗打吕夫 是非常非常好打的 那看一下XYG用过什么游走 用了一个牛 用了个大桥 黄忠来了吗 火爆也没有打算用西施 因为感觉他感觉 这局有鲁班大师就够了 但鲁班大师开不了团 对吧 他不想打团了 他想打阵地战 慢慢地往前给推进 跟你守着打 对吧 通过这个阵容的选位 就可以看出来 整体火爆是没有开团点的 因为鲁班大师肯定保黄忠 吕夫的开团 成功率很低 而且马可波罗的机动性又高 所以说这局的火爆呢 他的战术策略 从阵容的选择上 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要缩着打 尝试给你打反手 就是前面先尽可能地猥琐 装备起来之后 我们慢慢地利用鲁班大师 挂着这个黄忠的这个移动大炮 对吧 然后吕夫在前面给视野 赢正的大招在扫射着 慢慢地往前去推进 而且火爆的这几个英雄 在后期的作战能力非常强 对 但是XYG这个阵容 我觉得他们拿最后一手 马瑶土折 就是要在中期发力 终结比赛 要在中期的时候限制火爆 把它所有的整个阵型 跟活动范围都缩小在 你自己家的这个高地上 对 如果说前两局的比赛 XYG是通过打太极 和拳击终结KO的方式 去收下了比赛的胜利的话 这一局XYG可能在中期 就要开始自己的运作和运转 要往前冲一冲了 打断火爆的发育节奏 对 而火爆他们的思路 可能就是说 既然你选择这个阵容 那就一缩到底 对吧 缩到彻底的打后期 强势期再尝试出来打 这一局呢 XYG它是中期 一定要重拳出击的 因为马瑶加上一个沈梦希 而对于火爆来说 在对面把弹弓和鲁班父子 都拆掉的情况下 补了一手炮台 黄中 那就是要往后期拖了 有点高地保卫战的感觉了 但是这个阵容啊 我觉得XYG非常熟悉 他们之前在常规赛的时候 对战到E-Star的时候 有一句绝地的大翻盘 就是黄中 而对方是赢政 所以这一局 他们一定会在中期的时候 去发力的 而且XYG要布局 就是不断地去蚕食你的空间 然后一波冲上去 秒掉C位 顺势结束比赛 那就是看这一局 究竟是火爆能够抵挡住 XYG前期的火力压制 还是XYG在中期 就终结比赛 来到双方第三局比赛 蓝色方火爆 红色方XYG 大家好 我是车车 大家好 我是小蒲 大家好 我是子凌 这一场是XYG 抢赛点的局了 对于他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 拿出了自己前期强势的马瑶 看看能不能在前期终结 站在火爆的角度 去考虑到这一场 以小局也很重要 是的 因为他们肯定不希望 自己是0比3的情况下 进入到对手的赛点局 再去一分一分抢 对 所以两边的战队 选手们都请加油 XYG直接选择换线 让马可波罗走对抗路 这样一来可以压制吕布 同样能够规避一下 在前期对线黄中的烈势 而且马可就锁在对抗路吧 锁信 因为他待会儿还能去拿 周鲁路这个地方 逼了一个闪现 对 罗伯纳是飞了进来 还好 M2这边的静的发育环境 没有太多的影响 只不过星星这边 清线是要略慢于沈蒙希了 前期的一个小小的清线速度 应该不会对场上的局势 产生太大的影响 因为两边还都是比较吃四级的 到达四级之后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动作 对 这样的一个和平发育呢 一个换线是让秀斗这边能够平稳地过渡到自己的一个四级 然后来到对抗路是也能够吃火 出了末世之后可能就来到自己的强势了 上路2打1 这吕布有点难受啊 这看着 这确实没办法 本身马可波罗打吕布就好打 而且看九月的位置绕到了你的蓝区处 这就是他们加速的第一个方式 换线 是 规避自己的劣势线 从而加强自己的马可波罗前期 又能够压制一下你的坦边 趋力避害 小敦这边抗压没问题 但感觉被红 黄中这个英雄其实有点意思 他的一技能是加攻击力的 并且他在 刚说完 冯杰 没了 拍起来一鞋到手 对不起 不该点你 上野的这个配合也很果断了 主要黄中这个英雄 他前期打一些坦克呢 也还好打 但是问题就在于 鲁万大师刚才是跟着嬴政的 所以说 没能第一时间帮助黄中看视野 他跟马可波罗不同的点 就是打坦克都好打 但你杀不了 马可波罗是触发真伤之后能杀 对 所以这一波 他想要再去压酷鞋的时候 就被九月绕后了 那这一波酷鞋想要去反 看有没有被动 被动有的 刮两下回回鞋 但是被拉开了身位 这个位置用大招想走 但是飞出去的一瞬间 被斯大尔这边一键给收下 值得注意的是 夏侯敦的被动 只有八秒钟的时间 在这重要的八秒钟 如果说你拖得太久 那你可能还是一个残血 这一波主要是因为 在刚刚击杀掉风节的时候 酷鞋是用一个闪现留他的 所以在火爆这边 他知道夏侯敦手里没有闪 所以刚才是爆了一个二抓一 把酷鞋的人头拿掉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秀斗这边已经拿了自己家的红buff 而火爆这边选择跟你换节奏 先把这条暴君控在自己的手里 但现在随着瑶已经刺激之后 马可波罗在对线上 对于这个吕布的压制会更强 所以现在赢政必须要过来协防 马瑶已经起来了 而且能够看到 因为上路马瑶能够限制住 对面吕布的转线 其实赢政的清线 一直是慢于对面的沈梦西的 对 本身沈梦西清线速度就快一些 再加上现在秀斗又有了红buff 沈梦西二级能开得很快 因为感觉鲁班达是到达四级之后 很有可能会摸他 感觉想开他了 因为这局XYG的游走位置是绑马可的 对吧 就是挂在秀斗头上了都 这局灵梦只需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路不要出事 因为XYG他肯定所有的节奏 是要在双边线去打的 马可波罗在中路是最不好出节奏的 对 是而且沈梦西这个点 没人帮他看视野的情况下 他也只能通过自己的 后倾线吧 后倾线或者是通过自己的小炸弹 一点一点草丛去挤 所以他的一个位置 包括他的一个输出环境 其实在前期不良好 对于XYG这样打边线的阵容来说 只要稳住自己的中轴 其实相当于是变相地做强了两边线的 就是让边线能做事的时候更无忧无虑 九月往这个草丛绕 大波罗罗 在后面蹲 我觉得所以说现在 灵梦的一个思路是绑护鞋 大招拉没拉到 那也走不掉 走不掉了 外塔也要掉了 XYG的节奏瞬间拉开 马可波罗一个打招转进去 被打出自己的被动 打普攻再打伤害 吕布逼大招最后再生一下 还把吕布的大招给骗出来了 这没办法 这个就是马可波罗非常好打 吕布的原因所在 闪现也没了 风杰 速度特别快又是风杰 杰呀 没了 今天的这一节是他经历了 所有杰之中最大的一切 他在整个K甲一个赛季朋友们 风杰没有被这么对待过 就是他即使被这么对待 他都能够游刃有余甚至是处理一下 对 他即使被这么对待 都没有受到迫害 但是今天这一局 他不仅受到了迫害 还有伤害 所以说今天的风杰讲道理 而且怎么讲呢 就是曾经VIP待遇 现在呢 不打起 观众朋友们 不要觉得我们在台上说绕口令 在唱rap 但其实这一场对于风杰来说 确实是他的劫难 真的是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风杰 来回拉 拉过来 琳梦这个位置 能被嫂子吗 交出来闪现 酷鞋帮他挡着对方的人 但是你看看 现在马可波罗在干什么 又把吕布特达的骗出来 同时这部就鲁班纳 是雪来很残 被鸟的一个一技能 锋芒毕露 阿玛哈哈收下来 这几波打下来 XYG的节奏已经大开了 才六分半不到的时间 四个人头领先 两千经济 又来 再一波 我的姐 一击都没了 又一个马马哈哈 轰炸机今天 好恐怖啊 通过这几波节奏之后 9月的纳克露露提前成型了 在曾经 这都是火爆最熟悉的节奏 因为他们 之所以能支霸K甲 就是通过打发一路 然后去盘活全场 但是此刻遇到XYG的 前期的这些不间断的小节奏 和持续的把你打掉点 他们似乎现在只能选择 让银正和 让这个黄中去守塔了 去清兵线了 突是不大好出去了 甚至是像第二阶段 迷途跟斯特尔来了火爆之后 他们会下路稳住 然后上路去创造优势跟机会 但目前这局的情况就是 下路根本没有办法去稳住 扛都扛不住压 从而不设的就是 迷途想要吃自己家野区的时候 也守不住 还在来 就比如这一波还好换位 马伯罗修斗刚刚是一波预判 想要去转他换位的位置 我们先看一下经济差 经济差目前已经接近了四了 对 接近四了 清兵线 主要是刚才看到了 纳可露露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提前发育成型了 虽然他现在破军还没做出来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装备 跟目前的伤害量是完全足够的 对 尤其是对标对面 迷途近的一个发育 就是现在的九月啊 他太肥了 被拉 刚说完 静打他有点刮 九月就站在镜面空间里面跟你对 知道你打不动我 现在迷途真的太难了 他现在还能把篮给拿下来 已经实属不易了 讲道理 一般我们看到当野河先用劣势的时候 他会去坦边去补经济 但目前的这个情况是 他自己的野区经济吃不了 甚至是对抗路的钱 他也不太好去吃 因为XYG这边是马瑶加上纳可露露 有优势的纳可露露 他去到任何一路边线 都会被对方给限制给抓的 是 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除了发育问题 其次就是XYG现在的整体的节奏 和沈梦西的伤害 现在风杰不单单是怕秀斗 和这个系合的一个抱团 他还很怕9月 还很怕灵梦 因为灵梦的装备 现在一个雷下去的话 也能压他血线的 对 但是看酷鞋这个位置 卡在了一个墙 有被动 能回血 找到迷途 转角遇到爱 遇到迷途 迷途反手一套 配合吕布 收下了夏呼敦 是 酷鞋这一波是走不掉的 这个刚才在这里是 火爆是亲戚所有 几乎是把所有的爆发 伤害都交给了酷鞋 都打在了夏呼敦 一个前排的身上 其实这也暴露出了火爆 现在阵容所面临的一个短板 就是他的伤害是不够的 还得再拖呢 现在马可波罗发育非常良好 9分钟 马可波罗经济6300 对面的黄中4700 而且他现在是 有瑶瑶公主跟着他 同时自己身上还有个红buff 摇的这个装备有点有趣 做的全是防御装 对 一个救赎 急影没做 对 他在拉XYG的容错 这局的契合选择了 最稳妥和保守的打法 对 正常来说的话 我们会看到他做一个急影 帮助马可波罗 最快速度达到180的攻速挡位 预值 对 然后让自己的一技能的子弹 变成11发 马上15秒的时间 10分钟 暗影暴君 暗影主宰刷新 那这个情况 对于XYG来说 他们是很好去挤 河道的视野的 他们甚至可以利用龙 把你骗出来 只要你骗出来 我兵线运用好 我一波打团 团灭你 我就可以顺势一波 打一个猝死团 打一个闪电战 但如果你不出来 我就控双龙 控完双龙之后 慢慢地模拟高地塔 打经济差 强上你的高地 是 而且现在看到 在10分钟之后的远古生物 他们是打算双开的 露露在等 让马可波罗多打一会儿 对 避免这个buff来到马可这边 但是自己承担了一些伤害 就掉状态嘛 羁绊 好家伙这也飞起来了 连鸡飞都是同步的 一起飞 那这样的话 XYG它是 通过自己的一波拉扯 把这条双龙控下来之后 要把自己的经济差拉大 来逼火爆的一座高地 接下来也是火爆本场比赛 压力最大的一个时间段 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已经有了7000的经济差了 而且火爆这个阵容 因为它是一个吕布 作为一个单前排 它现在的身板还太脆 尤其对面又是一个 真伤的马可波罗 它不好吹几视野 现在接下来这一波 将是XYG的最强一波 他们想要把比赛 快速地给结束掉 而且嬴政的大招 清线之后 沈梦西反而有一个炸弹 将嬴政跟黄中都炸惨了 但是嬴政的大招 和黄中的大招 此刻是需要CD的 下路的这个暗影前锋 怎么办的 有大的子龙 这波是XYG 很好上高地的机会 但是那个露露还没在正面 所以他们要不要输死一波呢 先给一个炸弹 先炸完之后 看一下黄中的炮台 开在了脸上 黄中这个地方还在输出 看一下吕布的大招 也打了个拆火 但是夏侯敦自己扛到了最前面 自己先倒了 路关大是一拉 但是是打出了摇的被动 这一波还是XYG 卖库鞋拆高地 是的 这已经是自己在前排 单前排阵容就是坦边 比较受罪一点 是的 其实库鞋刚刚已经用自己的身去 挡住了对面 想要清兵线的能力 为自己的队友拖延了 把高地拔掉的时间 而火爆呢 其实已经是打出了一个 成本最低的防守的方式了 没有减缘 对 对吧 其实在这个经济差面前的话 火爆能打出这样的防守 已经是不容易了 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库鞋的这个闪现 如果交掉之后 接下来对于XYG来说 在开团上可能需要再等一等了 他现在最好的方式 是等细合的一个干扰 我觉得 细合有干扰的时候 你去拆塔呀 去卖呀 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 更快一些来的 对 他们其实现在XYG不用着急 他只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兵线跟对方的野区经济 在刷新的第一时间都给清掉 让整个火爆只能吃到的 XYG运进去的兵线 而且还是五个人同吃 对就是让你让火爆几百尔 他的关键C位啊 吃钱的效率变低 没错 虽然说现在风杰是做出了一个破晓 但是 太慢了 他自己没有魔女 而且自己的前排是站不住的 是的 这个就是XYG拿到这个阵容 中期想要打出的效果跟节奏 稳步推进啊 现在主要是 随着时间的退役啊 火爆的部分英雄装备也成型了 没错 所以火爆其实在等自己的一个机会 XYG也不能掉以轻心 火爆也千万不要失望 那现在就是把所有的野区经济 定期时间刷完 兵线给你卡在高地上 就如同在BP时间所分析到的 把火爆所有人员的活动范围 给你限制在高地上 对 然后我把所有野区经济吃完 兵线运进去拿中立生物 经济差已经拉得很高了 XYG要发起自己的 接下来一轮的攻击 中上两路兵线 这波我觉得他们不会打 因为马可波罗没有大招 他们顶多的是要消耗 消耗一下 对 最主要还是把兵线卡进去 卡完进去之后 等30秒之后的中立生物 他还可以再一次进行 拿双龙 而此刻的XYG可以看到 他们的经济差 已经奔着1万去了 在15分钟达到1万经济差 应该是一个顶峰 对 是一个峰值 而在这个峰值 XYG能做出什么样的操作和举动 往往影响着这场比赛的走势 秀斗刚刚已经做出了 自己的四件套吧 破晓也已经补出来了 不过对于火爆这个阵容来说 有黄中还有迎阵 其实清兵线能力还可以 就是怕XYG会用自己的强大经济差 来硬压你的高地 是 但如果把所有的技能 交到兵线上的话 那就是XYG所有人 往你脸上冲的时间 所以说XYG选择了 现在拿龙兵 拿龙兵 要不要控双龙呢 他们应该是想要 顺着这条暗影主宰 要继续去拆高地了 这场小局 对XYG而言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想要 在接下来的对局 都变成他的赛点局的话 这局必须拿下 所以他们没有着急 也没有说 给你拼一个你死我活 还是像前两局的心态一样 做的最好的一个点 就在于拉扯 双龙拿完 暗影之境 放在中路 接下来就是XYG 要结束比赛的一波 这也是火爆 是否能 决定着他们有翻盘概率的一波 看一下XYG的入侵 以及火爆的这一波 坚决的防守 暗影先锋是放在了中路 卡了三路兵线 但是中下来的比较快 来了 易克雷 先把黄中压掉三分之一 对黄中的大招 看一下 马可波罗再给你挂真伤的印记 这个大龙没法进场 进去了 这一次又是酷鞋冲进了 先解决到了凝正 就越野进场了 吕布一个大招先被逼出来 但是被马可波罗直接收掉了人头 吕布那是拉回来了那个路 但是近开始疑心换位 疑心换位之间自己选了 就肯定麻木的一个大招再进场 XYG可以选择把兵线带进来 这种点水晶就能获胜 恭喜XYG 3比0率先来到赛点 今天这场比赛和昨天完全不一样 他们是率先手握四个赛点 这一局比赛在15分半的时间 伴随着最后一波的 零换五的完美团战 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对 但是此时此刻 看到火爆的小伙子们 他们是K甲这个赛季的冠军 但是他们好像脸上愁眉不眨 好像是在今天 他们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很凝重 对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说这场比赛 他们没拿下来的话 接下来就要去延续2022年 K甲春季赛的总决赛 去跟VTG打了 而VTG他们也不是一个擅长 对吧 所以说今天的火爆 应该还是压力蛮大的 对 今天这一场对于火爆来说 尤其是下一把至关重要 希望他们把所有的包袱都抛开 如果能够在XYG手里扳回一分 至少不说最后的一个结果如何 至少整体队伍的心态 会不像刚才这个休息室看到的 这么凝重 大家其实说了比赛之后 都没有互相进行一个沟通 就感觉又到了一个比较闭塞的沟通的环境当中了 对 气氛就感觉变成了一个高压的一个感受 一个瓶颈期 但是我相信对于XYG来说 今天和昨天的比赛是完全不同的 昨天惊心动魄 今天3比0 离稳稳的幸福 只差那最后临门一脚了 是的 总感觉像这种 偏后期获胜 胜率比较高的队伍 你会发现他前两局是最重要的 对 一般前两局谁先在标期上 谁先拿到前两分 那后面的状态应该是越打越好 起势了 对 因为首先这个情况呢 也符合火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根据他们使用的情况 英雄情况来看 火爆的阵容体系 比镇江VTC更少 所以如果说他们前两局 没有拿下的情况下 再结合上当前的一个状态 跟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地步 我觉得今天是极有可能被零封的 因为我们就拿阵容BP上来说 几班服已经用完了 接下来只有一个鲁班旗号 还是没有鲁班大师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自己的好爸爸的 对 MVP一旧给到的是9月的纳可露露 这场6-0-4的KDA83%的参谈率 也是因为确实 其实我们都知道 纳可露是一个偏后期的野河英雄 但他前期发育都已经太好了 而且每一波的进场 尤其前几分钟 就盯着对面的风节 对 他节奏打出来了 然后纳可露露这局 在拿到优秀的时候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我尽量避免无谓的发育 我要去尝试着去压制和做事情 因为火爆这个阵容 其实他到后期 其实也算是一个小四盒三盒半 是的 对吧 他避免了对手的一个强势期 来得太快 所以打乱了火爆的发育的节奏 从小地图上这几波 王者时刻来看的话 每一波纳可露露做事情的时候 他都是将自己家野区点怪拳 刷完的时间 对 就是先把所有能够拿到手的资源 先握在手里 然后尝试通过经济 来跟你打一个人数差的团战 对 这是11分钟半 其实今天这场 这一局的比赛是结束了比较快的 XYG也是能从前两局 后期的阵容 马上转变到前期 做压制的一个打法思路当中来 最后一波也是强大的经济差 时间的碾压 一波完美的零换物的团战 为大家准备了XYG这一局的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可以上楼 这样握了 就大门 可以大门 动塔可以推啊 推动塔 走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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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塔 我可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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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牛逼有变 拍拍拍拍拍拍一切 拍拍一切 可以让我可以 等这线过 你可以给他点端了 嗯 那是这样放 嗯 看 黄冬点端子了 OK OK 大门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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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别急 我来建议 铝布大胆 来打铝布 要 要 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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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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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发进 发进 来死 反死 反死 那是 牛逼 牛逼 这一局的语音回放呢 一如既往呢 和前三局一样 大家其实都怀揣了一个激动的心情 因为这一局是拿下了赛点了 嗯 就是有多少在BO7的队伍当中 在争夺这个赛点的时候 亲戚所有 但是呢 可遇而不可求 今天 XYG的前三局的状态 还是比较让他们的粉丝比较放心的吧 是的 嗯 那么我觉得对于火爆的粉丝来说 现在整个人都是心啊 提到了嗓子眼身上了 嗯 对 确实如此 而且 其实呢 那不如这个时候就缓一缓吧 他们又不是没有过 开始了 对 他们也不是没有过让三追思的经历 那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半年前 火爆 他们让三追思了 在季后赛战胜了 惠州MGL 是 他们也是有足够的韧性的 就是让三追思这个奇迹 在火爆身上是有发现过的 但是今天呢 我觉得非常难 有点难 对 我们客观来分析 就是像上一局 看赛后数据的情况 火爆那几班斧 对擅长的阵容 已经是在前三局消耗的差不多了 虽然它不是体系出的 但是它也出了 像虽然像这种 还有鲁班大师 他一直人全都出了 就是拆的有点零碎 对 接下来的话 想拿一个体系阵容 你想颁分的话 就好像你只能靠自己的操作 但是阵容好像